古代美女多数红颜祸水,唯独这个女人是个例外,却突然消失了,红颜女子艳丽的容貌,单指美女红颜祸水自古就有的一种说法,是指美女一物国家的意思,初始至是指史上几个女子,如今被当作了一个词,用来形容美女可以说,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红颜祸水,则包含着古代男人对于女性的传统偏见。 古往今来很多朝代在灭亡时都会有所谓红颜祸水的说法,末代皇帝们只顾自己玩乐,享受耽误了国家和百姓最终,却轻飘飘地将灭国的大国送给了自己丑妃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封建男权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基本上我们能记得的那些王国之君身边大多都跟着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比如说后蜀的皇帝梦场身边有花蕊夫人,李隆基身边跟着杨贵妃,吴王夫差灭国是因为西施,就连卖国求荣的吴三贵,都把陈元元推出来当替罪养。 然而就在这么多皇帝之中,宋徽宗和李施施竟然构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他多见于野史,笔记小说俱传,李施施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得到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更传说曾与水浒传,中的燕青有染传说其很是爱慕燕青,由此可见,其是既颇具传其色彩,这也间接证明了李施施的财情容貌非常人能及 宋徽宗和李施施两人其实合之前,那些组合差不多,但是李施施却没有被上获国殃民的名头,而且王国的宋徽宗也没有被后人怎样苛责就算后人则被宋徽宗,大多数也是说他不务正业挥庸舞蹈任用奸臣,而甚少有人说他是因为他沉溺美色而灭国的事实上,李施施的确和以前的那些美人有所不同,他虽然也是变良成, 本地人但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记名在佛寺之中了,而且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因为犯罪而死在了牢狱之中,所以说李施施其实是被邻居养大的家中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可以依靠,等到李施施长大以后,因为美貌过人,所以被金营机管的李敖收养了,李敖交给了李施施 秦奇书画,等各种技能,并且让他协会了各种歌舞于世,随着李敖的悉心教导李施施,逐渐成为了变良成中著名的人物,一时间达官贵人,文人雅是屈之若物,最后李施施的艳名,竟然传到了宋徽宗的耳朵里,作为一个标准的宋代士大夫宋徽宗, 很快就被李施施征服了,但是作为皇帝,宋徽宗显然不能将李施施,接到皇宫之中,毕竟在宋朝皇帝的还是需要考虑士大夫的意见,很多时候如果朝臣都在反对,的话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和所有的大臣作对于事,宋徽宗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宫外和李施施优惠,由于宋徽宗本来就是个风雅之人他,本来就对朝政不敢向他,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宋徽宗干出这样的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也是在意料之中,宋徽宗与李施施开始优惠以后,李施施就无法接待其他的客人了以往那些和李施施有交情的官员们,甚至还写师讽刺徽宗,然而宋朝并没有杀士大夫的先例,所以恼羞成怒,的宋徽宗也只能将其贬官, 另外像周邦彦这样的写词,大家也因为李施施而被贬合适,大家也只当这是皇帝在争风吃醋,并没有真的怪到李施施头上宋徽宗这样的人,当一个文人雅士自然是非常够格,甚至还能引领时代潮流开封器之先,但可惜他是一个皇帝,身为皇帝, 如果整天都最新与写字弹琴这些所谓的风流运势,那恐怕最终会招致灾祸,而且我们都知道北宋两百年来,始终都有一个如梗在喉的敌人,那就是辽国辽国,虽然在宋徽宗的时代已经渐渐衰落, 但是草原上还是兴起了一些新的民族其中金国和蒙古,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最重要的是宋朝所在的变梁,并没有什么天险,可以依赖这也就意味着,辽国一大南下只靠越过了边疆的几座官城,就可以直达京城 后来果然是这样,因为宋徽宗,王悟丧志任用了一大批奸臣在这些人的窜夺下,宋徽宗终于酿成了静康之尺的悲剧,从大宋的皇帝到阶下囚,宋徽宗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伏,而李诗诗,也因为宋徽宗亡国而下落不明,至于他后来到底去了哪里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他从此看破红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去全部捐给了国家用来抗击金人 也有人说,李诗诗其实早就被金人抓住,当了俘虏只不过在路上找到了机会吞金自杀了 更有甚至还说李诗诗玩景凄凉,最终找了个商人嫁了出去了却残生 无论这些说法中那一种是真意或者全都与事实不同,李诗诗终究是彻底失去了音信,再也没有出现过由于正史不屑于提到李诗诗的名字 但是,再也使传闻及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的故事也随之带上了一层传奇,乃至神秘的色彩 参考资料,什么样的女子才算是红颜祸水,中国历史上是大名记的死亡之谜 莫装慢路,宋代平化,宣河一世 小白,宋代平化,室天猙 小白,宋代平化,宋代平化,室天行